好 剛剛提到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退出美國大選 而且支持賀錦麗出馬競選 不過真的會由賀錦麗代表民主黨來參選嗎 在民主黨內會不會又有另外一番角力呢 繼續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防院戰略所的所長蘇紫雲 所長請說 主播大家早安 拜登總統在假日的時候就是 推出了兩個他所謂在社群媒體的貼文 就是聲稱要退選 同時大力的支持賀錦麗 那當然美國內政我們都一律與尊重 只是說從目前美國的政治文化來講的話 他如果要推賀錦麗副總統出來競選 當然要經過民主黨內的這個黨內大會進行一些討論 那麼一個變數就是誰來接替拜登位置 會不會團結一致的支持賀錦麗 或者另外派的人員會像剛才廷會所說的 可能就是以往拜登退讓的時候是給希拉蕊 那希拉蕊是否有意願再重新出來競選 我想這是民主黨內的變數 那至於在他的對手共和黨的話 我想川普當然目前是感覺上勝券在握 但是比較讓外界亞裔的是 因為早前即使川普總統在刺殺未遂之後 民調就是兩者之間 兩個陣營之間的民調還是相差有限的 在勿殺範圍之內 所以這反映出美國總統選舉的幾個現象 第一個可能選民會認為拜登政府是比較理性的 因為他大部分的政策會受到民眾的支持 但是第二個就是看到川普總統又會是比較感性的 因為美國會比較喜歡這種 就是克里斯瑪個人的領袖魅力 那麼我們也想起來就是到目前將近63年了 電視媒體又開始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扮演重要角色 也就是雖然目前很多的社群媒體 就是非常的蓬勃發展 可是在63年前當時的甘納迪總統 他就是藉由這個電視媒體取得大量的選票 那現在由於川普他在競選活動中遭到這個刺殺 那又在電視媒體大眾媒體上面就是又開始發酵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就是美國內政 這個總統大選的這個選民的移動 那當然目前從虛擬的這個各個州的選舉人票來看 川普是大幅領先的 那至於他們之後如果是川普當選 那可能對於全世界政治局勢都會產生一些重大影響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